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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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東西 這個是可以完全改變 現場拍攝 現場收尾你 這個工作環節 讓你可以更專注的去聽你想要收到的聲音 而不是在那裡去調整一些零碎的gain 或者是調整一些 你平常會需要調整的東西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東西 就可以完全改變現場拍攝 現場收音的這個工作環節 可以讓你更專注去聽你想要收到的聲音 而不是在那裡專心去調整你的gain值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32月 Jesus Christ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東西 就可以完全改變拍片現場收音的這個工作環節 那你可以更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東西 就可以完全改變現場收音的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東西就是你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東西 就可以完全改變拍片的現場收音這個工作環節 讓你現場收音可以更專心的去聽你想要收的聲音 而不是你去調整一些gain 去擔心你的gain值或會爆炸或是怎麼樣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32位元的收音機 那我現在手中這個Zoom F3 應該是目前市場上非常非常陽春吧 因為它就是兩個軌道 我自己是用兩個軌道就夠了 那它還有一個軌道了 32位元小小的 還有 32位元的 32位元的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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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這個32位元的收音機 那我目前手中這個Zoom F3 它是一個兩個軌道的32位元收音 32位元的收音機 32位元的收音機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這個我手中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這個我手中 這個Zoom F3應該是市場上非常非常陽春的 因為它只有兩個軌道的 30 32位元的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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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東西呢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目前我手中這個Zoom F3 應該是目前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我目前這個我手中 Zoom F3這一個書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目前我手中這個Zoom F3 它應該是市場上目前最陽春的 XLR Input的32位元錄音機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我現在手中這個Zoom F3 應該是目前市場上最便宜 最簡單使用的一個小小的32位元錄音機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我現在手中這個Zoom F3 這個收音機 錄音機 應該是目前市場上最便宜的一個小小的錄音機 重點是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我現在手中這個Zoom F3 應該是目前市場上最便宜的一個32位元錄音機 那32位元呢 32位元的錄音機 那這個32位元錄音機 這個Zoom F3 這個應該是算是非常非常陽春的錄音設備啦 就是因為它只有兩個XLR Input 就是兩個輸入而已 沒有其他輸入 那你如果想要更少 就是有一個小的32位元錄音 那也有更多軌道 有8軌 有16軌 不知道有沒有32軌 我沒有查 反正你有更多軌道 有更少軌道 那我現在買的是F3 但是重點不是軌道有多少 是這個32位元的錄音設備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然後用一用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 這個32位元的優勢到底在哪裡 因為你平常24位元 就是主流啦 大家用24位元 你要去調Gain 那你忽然一個聲音很大 那你就需要把整個Gain先壓小 才不會讓那個忽然很大的聲音爆掉 不然你就是要先把那個聲音讓那個很大聲的爆掉 然後你再去重新錄製那個爆掉的聲音 可能是像是東西拍到桌上啊 東西摔到地上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Foly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解決這一段音訊 不然他就是炸掉這樣子 那不然你講話很小聲很小聲 然後忽然講話很大聲 這個東西24位元也是很麻煩 就是你需要去擔心說 我聲音會不會peak 或者是我聲音會不會太小聲 他可能先去講很小聲 然後忽然大叫 然後前面小聲的部分 會不會雜訊太多之類的這種問題 現在已經完全成為歷史 因為32位元這個東西 好啦我們就直接快速來開箱 因為還蠻酷勋的 OK那盒子裡面 OK那盒子裡面有一大碟的說明書 哇塞這真的是超級超級厚 應該是各種語言嗎 哇塞 什麼鬼 這什麼年代 你看各種語言 各一本耶 你看英文 然後這什麼奇怪語言 哇塞 這個紙用得太多囉 可以再更環保一點 OK那盒子裡面 OK那接下來盒子裡面 就是我們Zoom F3的收音機啦 這盒子外面 這盒子外面還特別寫 這盒子外面 這盒子外面還特別寫 這盒子外面還特別寫 這盒子外面還特別寫說 它這一個包裝 不含任何的塑膠袋 就是你可以回收啦 整個包裝裡面 這包裝外盒還特別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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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裝上面還特別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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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回收的 這包裝上面還特別寫說 哇塞裡面包含 這包裝外面還特別寫說 哇塞超級環保 完全不包含什麼塑膠袋啊 什麼保麗龍之類的產品在 這包裝還特別寫說 這包裝 這個盒子外盒還特別寫說 哇塞好環保啊 這包裝外盒還特別寫說 哇塞很環保啊 完全不包含塑膠啊 保麗龍啊之類的 不能回收的東西但是 我們的 reduce reuse 第三個才是recycle啊 所以你可以先reduce啊 這這麼多的說明書到底是在幹什麼 好啦那盒子裡面 OK那盒子裡面就是我們的Zoom F3的小小收音機 OK那盒子裡面就是 OK那盒子裡面就是我們的Zoom F3小小的收音機 ύ 另外有些法噻 OK,Zoom F3 那盒子裡面有附給你線嗎? 哇塞 OK,那盒子裡面什麼都沒有了 OK,那盒子裡面就空空了 OK,那盒子裡面就空空了 沒有任何東西 那我們就直接 OK,那盒子裡面就空空了 沒有附給你任何線啊之類的 OK,那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就是一個收音機還有說明書而已 OK,那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OK,那盒子裡面就完全沒有東西了 完全沒有附給你線啊之類的 OK,那盒子裡面就沒有任何的東西了 接著 OK,那盒子裡面就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只有一個F3收音機跟說明書而已 接著我們就來玩一下我們的F3收音機吧 先說 OK,那盒子裡面就用了 OK,那盒子裡面就用了 看一下 我們有一個F3收音機 我們有一個F3收音機 就用了 我們有一個F3收音機 就是一個F3收音機 OK 第一眼看到這個東西真的是比我粗 OK 第一眼看到這個東西真的是超級超級小 OK 第一眼看到這個東西真的是超小 就比我想像中還要小很多很多 因為我平常在錄的是 第一眼看到這個真的是超級超 第一眼看到這個Zoom F3真的是超級超級小 比我想像中還要小很多 因為我平常在錄的 像是我用的這個超級古老的Tescam DR-40 這個看起來還蠻大的一個手掌大小嗎 手掌的高度 這個F3真的是超級超級迷你 那它的做工我覺得第一個拿起來就感覺非常紮實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金屬的大外框包起來一個中間的塑膠 就是 那這個Zoom F3它的做工我覺得也 那這個Zoom F3它很酷炫的設計 就是它中間的主體是塑膠 可能就是減輕重量嗎 那外面有一個超大的金屬框框 那這個Zoom F3的整個設計我覺得還蠻酷炫的 就是它整個外框是金屬的 那中間是塑膠 就是可能減輕重量 但外面整個是金屬包著的 所以你可能摔到地上應該也不會出什麼事情 真的是看起來還蠻堅固的 這就是一個外面鋼體包著塑膠的內中心 那這個Zoom F3的 那這個Zoom F3的質 那這個Zoom F3的材質 那這個Zoom F3的材質 那這個Zoom F3我剛拿到手上就覺得它非常非常扎實 因為它整個外面是金屬的 非常非常真材實料 那中間的主體是塑膠的 可能就是減輕重量 但它整個外面有包著這個金屬的框框 所以你可能掉到地上 或是幹嘛摔到地上 應該不會出什麼大事情 像我這個整個塑膠的Test Cam 一摔我這個金聽孔就直接炸爛 所以我後面收音我都沒有在監聽 也就直接看著這個錶 或者是用喇叭回放這樣子 就很智障 那這個應該不會出現在這個上面 等等 然後它的輸入 然後它的輸入還不錯 然後它的輸入還不錯 那它的輸入端還不錯 那它的輸出 它整個介面就是兩個XLR 看起來還可以 那整個介面就是有兩個輸出的 那整個介面就是兩個主要的XLR 有含鎖定裝置的XLR 那旁邊有一個5V的Type-C 你可以供電 那好像也可以用什麼電腦的直播軟體 然後當作一個音訊 那旁邊呢 旁邊有一個Type-C 看起來是可以供電 然後用Micro SD卡 然後我們有兩個輸出的 就是有一個是耳機 有一個是Line-Out 就如果你想要把這個上面的聲音 可能再送回相機啊 或是幹嘛 你就可以用Line-Out 那如果你只要監聽的話 那後面輸出的部分有兩個 一個是耳機孔 那耳機孔可以調整音量大小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Line-Out Line-Out 就假設你想要再把音訊送回你的相機啊 或是幹嘛的 送到其他地方之類的 你就可以用Line-Out 嗯 還不錯 嗯 還不錯 目前看起來上面應該是沒有喇叭的部分 目前上面看起來是沒有喇叭的部分 所以 目前上面看起來是沒有任何喇叭的部分 那就是 你就是要用耳機監聽一下囉 目前上面 目前上面沒有 目前上面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喇叭的部分 那就是用你的耳機監聽一下囉 OK 所以他整個 那電池的部分他只用兩個AA電池 嗯 我不知道 那電池的部分他只有用兩個AA電池 我不知道他的收音的時間長短 會多長多短 但是你可以接著USB 如果你要長時間錄音 你就接著USB行動電源啦 OK那電池 電池他是吃兩個AA電池 那我不知道他的收音時間 到底是可以錄多長 如果太快沒電的話 你就是要接著USB行動電源這樣子供電啦 沒什麼大不了 哼 沒什麼WL OK所以你 OK所以你 整個影片剛剛你聽到的都是用這個TESCAM24位元的錄音機收音機 OK所以你剛剛聽到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你聽到的所有聲音應該都是用這個TESCAMDR-40 這個24位元的錄音機來錄的 那我的GAIN設在差不多講話的時候是到-12-10左右啦-10DB左右 然後我會再進我的軟體然後加個compressor還有一些音訊的處理可能造降啊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有的聲音都是用這個TESCAMDR-4024位元的音訊 然後我會 到目前為止我們剛剛聽到的音訊都是用這個TESCAMDR-4024位元的音訊 那我通常GAIN值都是設在一個-12 就是稍微小聲一點不會到完全爆炸大聲 那我也錄兩個軌道一個是正常的音量 那一個是-8DB的軌道 就是一個備用軌道如果真的是超級大聲忽然我尖叫幹嘛的 那這個-8軌道就可以稍微派上用場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切換到我們的ZOOM F3來聽聽看聲音怎麼樣 一定要按一把這個CAMDR-502 拿到這個CAMDR-5066 然後我把它切換靜幕 然後我把電子按燈力 然後你把電子按燈力 那你的電子按燈力 拿到小聲音 然後你把電子按燈力 把電子按燈力 然後你把它切放下去 把電子按燈力